干杯 据团体二十国领袖齐聚杭州 不只把西湖的楼阁亭台搬上国宴桌 更要借机做好美食外交 国宴菜单揭晓 没有传说中的豪华盛宴 只有五菜一汤 以简单精致的江浙菜为主 其中杭榜菜代表龙井虾人榜上有名 精选西湖和虾与清明节前后采收的龙井一块翻炒 色泽雅丽鲜嫩清香醉具在地特色 而苏州名菜松子绝鱼 讲究刀工苏榨后形似菊花 淋上糖醋酱汁汁汁作响 有如松鼠欢叫 所以又叫松鼠鲑鱼 另外考量到部分回教国家 还将东坡肉改成了东坡牛排 既新体贴又充分展现江南风味 这个小迪的时候 它的创业设计是来自于西湖上打的油脂伞 国宴餐具也饶富寓意 图案设计全都取自西湖十几 故此桥形百件不止与居团体标志相呼应 还彰显大陆搭建合作共赢之桥 而每件餐区的制作程序多达81道 生产周期近10个月 光是一个晚宴 让外界见识到大陆的软实力 记者综合报道